九三年三月十一號 立法院法治 內政 司法聯席會 首度審查公職員員財產申報法草案 除了行政考試院送來的草案之外 立委方面也有趙超康 林鄭傑 尤鴻 張俊雄都分別提出了草案 一共有五個版本 顯示這個法案受到立委重視的程度 這條所謂的陽光法案 同年九月一號起公布實施 包括總統 副總統 五院 政府院長等公職員員的財產 都必須攤在陽光之下 由社會大眾來進行監督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號 日本東北部發生三一一大地震 瑞士規模九點零的強震 引發巨型海嘯以及福島核災 包括直接以及間接死於災情的民眾在內 至少有一萬八千多人罹難 兩千五百多人失蹤 核災發生之後 超過十四萬的福島居民 不得已離開家園 也讓世界各國重新思考 使用核能的安全性